既保留实用性,又有一副跟主题完全切的外壳 黑爵就已经发布的清客奶酪主题客室化机键盘 外壳材质,结构方案是没有变化 也都是屡妥妥加更为软弹的Gasket 除了外观主题,配置会有些许调整 由于外部需要挖孔来打造奶酪模样 所以奶酪版金属外壳会更加厚重 边框宽那么一些 其整副铝合金机身与表面洞洞都是CNC而成 每一个洞洞大小深浅都不一样 加工难度比普通版高出不少 实际观察下来啊 洞洞表面都是打磨得非常平滑一致 同时四个边角,进一步加到了弧度处理 边框也同样变得圆滑 减小金属边框外壳带来的各手感 当然,一些分布在边缘的洞洞 只有在挪动键盘的时候触碰得到 但远不至于扎手 其中,外壳通体常用电勇处理 黄色外壳,着色效果鲜艳 上下壳一直没有色差 表面有一些颗粒纹理,细磨砂触感 非常细腻平滑 其色彩表现以及表面挖孔 营造出来的主题氛围啊 还是比较强的,还原度很高 虽然是金属外壳 但在电勇表面处理下 看上去还是会有一些松软感 而与之匹配的是一套新的MDA球帽 PPT材质 热身滑处理 除了配色 图案、字体啊 都是比较有深度的定制 各性件有三颗 五面热身滑工艺制作而成 空格件没有明显翘板 全域按键啊 也都没有留下毛式瑕疵 触感方面 非常轻微的磨砂颗粒感 所以是偏顺滑的那一类触感 其中 MDA球帽接触面更大 第一次使用 可能会因为大接触面而出现误触 但指尖定位感啊 会更贴合 边界感降低 高度又比较适中 上手难度不算大 为了气和主题 同时采用与凯卦合作定制的奶酪轴 壳体做得不是很厚 密封灯位 对灯光亮度会有一些衰弱 另外 轴体box结构 大约14毫米弹簧 属于常规回弹 线性手感啊 45克触发 轴心稳定 全键没有歪轴 大键为卫星轴调校 比先前是有进步 但个别还是会有调整提升空间 此外 RGB热插拔 都还是标配 只是去掉了无线 只保留Type-C有线连接了 总体来说啊 有升有减 平衡成本吧 结构上 延续Gaskey方案 由铝电换成开超PC 整体更软 夹面和底面啊 都升级为PORUM材质 也就是差不多是一个声音包的总成 相较先前普通版 比较容易引起 壳体共振枪音啊 有所改善 但凑近来听还是会有一些 另外 这个Gaskey 软弹适中 一致性表现还比较好 最大的不足啊 或许就是还不够Hi-Fi的 在主题营销上面啊 壳体 肩帽 轴体 定制线 全都齐备 氛围感辣满 颜值表现是相当出彩的 同时 加上这套手感 数字不错的定制轴体 主题感和实用性兼得 并不只是跨屏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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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一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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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